好那我們今天來上對抗生存網路的進階應用 上個禮拜對抗生存網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家對它的印象就是非常的難訓練 對不對 就是超參數很難調整 必須調得剛剛好 它才動得起來 如果 而且那些超參數還跟Default值不一樣 所以這就顯得這個model很難訓練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當初我們要訓練一個很深很深的網路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用這個就是Restidual Learning來解決 實際上中間有經過很多過程 不是一上來我們就發現Restidual Learning 可以解決T2消失問題 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家應該有印象 為什麼我們現在遇到二元分類任務的時候 用的都是Cross Entropy 因為它的導函數的分母是P乘1-P 什麼函數有P乘1-P的導函數 Segmoid函數有P乘1-P的導函數 對不對 所以它們兩者約分約完了以後 這個導函數就會變得比較平滑 就比較不會有鞍點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二元分類任務的時候 主要都使用Cross Entropy當作損失函數的主因 我先大家有沒有對這件事情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後面很難講 露出了可愛的微笑 但至少你們都知道 好像二元分類任務 損失函數就是用Cross Entropy 對不對 沒有任何人有疑問 對不對 原因忘記了 但實際上結果就是這樣 好 但是啊 這個我們現在在Training的時候 我不確定大家還記憶著桑捷克的結果 我們來看桑捷克 我們Training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啊 好 這是桑捷克Training的結果 然後 Generation Generator 完全被Discriminator碾壓了 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仔細看 Discriminator 它的損失看起來都在零附近震盪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是Discriminator 它其實沒有踢度了 這樣可以嗎 它其實沒有踢度了 因為它損失已經接近零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它如果沒有踢度的時候 它會更新嗎 它就不會更新了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可是那你這個時候想說 Discriminator不會更新 這是一件好事啊 因為我現在被 我的Generator 我的圖片升成器 被Discriminator給碾壓了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時候 要更新的是更新Generator 對不對 那紅色的會更新啊 狀況還是他們這些線重合在一起 這樣它training起來才是穩定的狀態 如果你們仔細想一下上個禮拜的結果 你們會發現上個禮拜的training 是不是在前五個EPOC 它是不是看起來學得不錯 後面都不太學了 你們仔細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他們一開始會很快的 然後看起來畫到差不多的圖 然後後面都不太動 好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方法 就是我們勢必得解決 Cross-Entropy的問題 我們不要讓Discriminator 趨近完美 好那我們要怎麼解決咧 來 我們要 我們的解決方法是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就是數學推道 這邊我們直接跳過好了 反正就是我剛剛已經講完 我們想要換掉這個損失函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GAM 這個就是對抗生存網路 它在之前的研究裡面 有一堆人為了解決這個方法 他想了一大堆問題 什麼MMGAM NSGAM LSGAM WGAM WGAM WGAMGP DRAGAM BGAM 這個名字要多少多少 對不對 你們如果願意的話 你們換個損失函數 你們也可以叫一個什麼 這邊年紀最大 斯伯嗎對不對 斯伯GAM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很有趣的感覺 好 那實際上那麼多GAM啊 到我們如果仔細看這個 就是它的評分的話 這個評分數字越低 代表它越準 你會發現最好的model 似乎是WGAM 跟WGAMGP 跟WGAMGP 這兩個方法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到底這兩個方法 就是WGAM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它WGAM怎麼做的 來仔細看它的損失函數 它損失函數被改了 本來我們的Discriminator 它的輸出是一個0到1之間的機率 對不對 1就代表它認為這是正樣本 這是真的圖 0就代表它是這個假的圖 這樣可以嗎 這是Discriminator本來的輸出嘛 對不對 首先它先把Discriminator的輸出 改成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 也就是它不要Stimoid的函數了 它直接把輸出感負線到正無線大 正數代表它認為這是一個真實樣本 負數代表它認為這是一個FakeImag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可是你把損失改成了 你把預測改成了線性預測以後 下一個問題就是那我要改損失 它的損失改成了這個樣子 你仔細看喔 Y等於0的時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FakeImage Y等於0代表這是FakeImage 那這一項剩什麼 剩下X對不對 Y等於0的時候這個是不是剩X 然後它是希望X越小越好對不對 所以當Y等於0的時候 它希望X越小越好 最好小到負無線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損失函數的意思 這樣大家有看懂嗎 那Y等於1的時候咧 那是不是剩下負X Y等於1的時候這也剩成負X 那它希望負X越小越好 最好小到負無線大 所以它是不是就希望X越大越好 最好是正無線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它做了這一個操作 除此之外它還做了一個很神奇的操作 就是它指定Discriminator的Weight 它不能超過0.1 就是Discriminator它的那個 它在T度下降的過程中 它是不是會有那個 就是它優化它的權重對不對 它的權重的所有數值都不能超過0.1 那這樣子的一個組合就是W Game 那這個W Game為什麼會設計成這個樣子 當然有它的數學推到 不過這邊我們就直接跳過 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它的效果有多好 我們最重要除了試它的效果以外 上個禮拜我們覺得 原版的Game爛在哪裡 超參數不好調對不對 所以這一版的Game我們要故意調它的超參數 看它會不會更robot的一點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好 首先跟上個禮拜一樣 我們一樣先把檔案給讀進來 這個就是檔案讀進來之後 寫出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 接著 我們來直接做我們的Conditional Game 這是Conditional Game 今天是第幾課啊 11課 好 這是Conditional Game 接著定義Generator Generator完全不用改 Generator完全不用改 那Discriminator呢 Discriminator出去之後沒有Sigmoid 注意 跟上個禮拜比一下 上個禮拜的這裡是一個Sigmoid 對不對 這個禮拜到這裡就沒有了 沒有Sigmoid 所以它的輸出是負線大到正五線大之間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它的Loss Function長得也不一樣 它的Loss Function是這個 它的Loss Function是這個WLoss 就是剛剛講的 Y乘X 然後 減掉E-Y 乘X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把它寫下來 好 那這是這個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寫我們的這個 優化系跟直行器 好 我們調皮一點好了 我們調皮一點 我們這邊直接改成 我們這邊直接改成 Default的參數 照我到底來講 這樣應該勸不動了 好 這樣可以嗎 你們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我在故意調它的超參數 對不對 好 再來 接著 Generator Discriminator的直行器 然後 這個 隨機出實化參數 然後 接著 updater 這個都直接複字貼上就好了 這個超參數 我們等一下可以改一下 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 就是我不知道這樣調下去之後 它是不是真的Walk 搞不好 搞不好還是不Walk 但是我們就試一下 不然我跑一個 這個跟 上課貼的完全一樣 這樣就沒有意思了吧 對不對 好 來 我這邊複字貼上之後 大家要注意一個事情喔 大家要注意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這邊不要這個好了 來 我也不要SafeModel 好 大家要注意這個 呃 欸 結段 這裡 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在做什麼呢 我在把所有的 這個Discrimator的Weight 給它找出來 如果要超過這個數值 它大於0.1 或者是小於-0.1的時候 我就把它改成 那個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這裡 我給它設了一個限制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開始執行囉 我們來看一下它 它做的可不可以 好 一開始一定是都可以嘛 對不對 欸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欸 它好像還是毀掉了 欸 它還是毀掉了嗎 我們讓它跑久一點好了 它看起來跟上次的毀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們還記不記得之前 它毀掉是怎麼樣的毀法 是直接變成完全無序的圖 對不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即使我剛剛超探數亂調一通 它看起來還有點像數字耶 所以這個有沒有很厲害啊 你們覺得這個像1嗎 這個像3嗎 有點像對不對 對不對 它跟上禮拜的那個狀況全不一樣 我們再看一下上禮拜 上禮拜我們亂調一通的時候 它會長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上禮拜我們亂調一通 它出現的圖片是這個樣子耶 那你們覺得這個樣子耶 欸 它好像學會了耶 你們有覺得很厲害嗎 而且我用的超探數是 我用的超探數是這一組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的超探數是 這個上禮拜 照到你來講 它應該是做不了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先把它關掉 然後我用原來的超探數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會知道它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好好調超探數嘛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有沒有慢慢那個 數字浮現的感覺 好 有嗎對不對 好 我覺得不把它跑完喔 因為你把它跑完 就是這個就跟原來三科講義的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好 所以用WGAN比起用一般的原版的GAM 它好處在哪裡 好處在對超探數比較不敏感對不對 你超探數可以亂調 不然到時候 你好不容易寫好一個程式 你讓它弄下去 你以為跑不出來 結果是超探數沒有調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WGAN很厲害喔 因為用了它以後 我們在調整超探數這件事情上 就不用這麼的在意了 如果你調超探數 你如果調100個超探數 只有一組成功 那在調前99個的過程中 你可能就會不知道自己程式哪裡寫錯了 對不對 你可能就放棄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WGAN很棒喔 好 那我們就把它停掉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LOST的軌跡 好 你仔細看它LOST的軌跡 你最開始的時候 GENERATOR還是被Discriminator擰壓 可是後來他們是不是都合併了 他們是不是在附近了 如果你看長一點的話 他會講這樣 他們一直都是 competable的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是WGAN它厲害的地方 你如果要生成這個圖片的話 你可以直接下載這個model 不過我是覺得 不需要特別去嘗試這件事情 除非我們練習題有做 好 我們練習題沒有 好 所以說 我今天 就是我今天第一小節 前面跟大家介紹WGAN 我想要跟他強調的是 透過後面的人的努力 改進了原版的GAN 他主要就改了損失函數 跟他把Discriminator的權重 不能讓他超過0.1 對不對 你看他就只改了這兩個地方 結果他就WALK了 即使你換了超參數 他一樣可以WALK 所以我們的練習一 給大家嘗試一下 我們再給大家換 改成實現 LsGAN LsGAN跟 LsGAN跟這個 就是 跟這個 WGAN 它唯一的差別只有 損失函數 改成X-Y 平方 本來這裡是 本來這裡是WGAN的Loss 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這個 請你把它改成這個 然後 你改一改超參數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麼 robust 這樣聽懂而已 也就是說 我再讓大家跑一下 啊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時間有限 因為等一下我們後面要講的CYCLE GAME 它非常的難 然後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創意 一定要講 所以說 我們給大家練習 呃 我們給大家練習十分鐘就好了 你們把前面的這些語法貼一貼 讓他開始跑起來 調一調超參數 發現他不會爆掉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把時間給你們 好那 實現LsGAN這個部分 我就不特別教大家了 好不好 我們來 我們今天來上我們 本日的重點 本日的重點 我們值得講非常非常久 因為這個idea真的是非常厲害 還記不記得我上一節課跟你們講說 我們這一節課要學的東西是什麼 假設 這個 我們現在想要做中文跟英文的翻譯 你給我一堆中文 你這樣給我一堆英文 這樣我就翻得了 不需要一對一的data 所以這件事情很神奇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實際上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我們現在要教的這個 就是這個網路叫做 循環對抗聲稱網路 CYCLE GAME 這是一個GAME很特殊的變形 它巧妙的利用了 更不需要一對一資料的一個特性 然後來把它做出來 好 第一篇paper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篇paper 它到底被sit幾次好了 這篇paper 我自己是覺得它非常了不起 喔 兩萬 兩萬也不算 也算還可以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它到底怎麼做的喔 好 來 仔細看喔 我們現在假設你想要做一個 你想要手畫一隻貓 然後你就輸出這張圖 你覺得 最合理的收集資料方法是什麼 就是 你找一隻貓 然後你找個人畫一張圖 畫一個這個圖 對不對 然後最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data 請他預測這個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可是實際上這件事情不太 這件事情齁 非常困難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一些data 譬如說鞋子 然後手繪的鞋子 你跟真實的鞋子 也許你可以拿到一對一配的data 也許你可以拿得到 可是 有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是 莫內的話 莫內是誰 你們認識嗎 這邊有沒有人沒有聽過莫內的 沒有人敢舉手 來 這個莫內 王師傅我莫內是哪裡人 他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莫內是哪裡人的 學兄你知道嗎 你聽過 我其實也不是很記得 是不是我也拿著 我們來查一下好了 免得丟臉 是為那人嗎 法國 哇 那我真的是亂 我真的是亂講一通欸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人顯然就死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他留下很多畫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畫畫畫得很漂亮 反正至少 大家不知道他是哪裡人 至少 至少聽過這個人 對不對 知道是個厲害的畫家 對不對 好 那 你一定有一個想法 就是 你希望 照一張國防一宣的像 然後你希望這個AI模仿莫內的風格 然後把國防一宣畫成莫內風格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願望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請莫內來畫 對不對 但是問題 他人已經死了 你要怎麼辦呢 那你覺得 莫內畫的這些畫 莫內已經死了 所以莫內畫不能再增加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告訴我 莫內這張畫 你去哪裡找一張照片 跟他一模一樣 這你搞出來算厲害 對不對 你一定搞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說 那現在就變成 你 你如果一定要用 Pair Data Training 你就一定要找一個人去模仿莫內的風格 對不對 然後 讓他看這張照片 然後畫成一張莫內風格的話 然後你去學習 那這樣子也有個問題啊 那這樣子 到底我是學莫內還是學那個模仿莫內的人 對不對 所以 有的時候我們的Data 是長這樣 我有一堆 風景照 我有一堆莫內的畫 可是他們彼此之間是沒有Pair的 那我到底要怎樣 怎樣training我的媽兜莫 你們有人想得到嗎 應該想不到啦 想得到的話 那邊Paper就不會被引用兩萬次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教一下 Cycle Game 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來 我們現在來看他 這是他Paper的圖喔 來 這個X X我們先把它想成是莫內的話 Y我們先把它想成是風景 照片 這樣可以嗎 好 我現在先訓練一個G G就是AI1 第一個AI 第一個AI 負責把莫內的話 把它 轉換成風景畫 那 我沒有Data 我要怎麼training它咧 我可以給它一個Discriminator 這Discriminator 可以去區分 這是真的風景畫 風景照片 或者是你從莫內的話 還原回來的風景照片 那這個Discriminator 就可以告訴這個Generator 你的這一個風景照片 要怎麼樣生成 它才會比較像風景照片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同樣的 風景照片也可以透過第二個AIF 產生一個假的莫內的話 那這個假的莫內的話 你又可以讓它跟一個真的莫內的話 一起丟給Discriminator 然後再請Discriminator告訴這個Generator 怎麼樣畫畫 可以畫得讓我分不出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第一步 好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如果只有這樣設計的話 它覺得還不是很好 它會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莫內的話 你通過這個G函數 它會轉成假的 假的風景照片 對不對 那你這個假的風景照片 再通過這個Generator 它是不是又可以還原回 莫內的話 這個是假的嘛 這個也是假的 它希望這兩個完全一致 這叫cycle consistency 這個很合理嘛 你現在把它想成 你把你的一句中文丟給Google翻譯 它翻成英文之後 你再把這個英文丟給Google翻譯 叫它翻中文 你應該希望這兩句話 中文是完全一樣的 你不知道英文的過程 可是你希望中文出來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是有標籤的 這個是沒有標籤的 但是它透過Discriminator給它標籤 我想跟大家強調的是 我想跟大家強調的是什麼 就是 這個 最厲害的想法是在這裡 cycle consistency loss 這個想法本身還好 為什麼還好咧 我們來想一下 如果今天 你的G跟F 你都是給它 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 假設啦 那它有沒有可能G G這個函數就是完全input等output F也是input等output 這樣這條線是不是成立 這條線是不是也成立 這樣聽懂啊 這樣F跟G有用嗎 沒有用 可是問題是你給它加了一個限制 如果它真的input等output 它是不是就沒有辦法騙過這個Discriminator 所以說 Discriminator就可以來指導這個G 你一定要換 你一定要改變你輸出的風格 否則你就會被我認出來 那它又要改變 風格 但是它又要讓它還原回去喔 所以它又不能夠自己產生一個亂碼 說那我就讓你看不懂 我就讓你看分辨不出來而已 它又必須要還原回去 所以它整個 圖片的什麼 構型啊什麼 就會完全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來 這個就是 Cycle Consistency Loss 它這個是用什麼 L1 L1 Loss 就是用絕對值 L2 Loss 就是用那個平方 平方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把 我們用這一個 我們用這一個 就是 圖片來說明 再講一次 這個就是很 突破性的這個 這個 突破性的idea 來大家先記住這張圖片 G1 就代表這是 一支人工智慧 G2 也代表是 第二支人工智慧 他們的權重是不共享的喔 D1 也是一支人工智慧 D2 也是一支人工智慧 所以這邊總共有四個人工智慧喔 這邊總共有四個人工智慧 我們來看他怎麼做的喔 來 首先 原來有一張 Real的Monet 就是 真實的Monet 化 透過G1 你可以把它轉成一張 假的圖 假的照片對不對 這張假的照片 跟真的照片 你要一起丟給 D2 D2會去幫你區分哪一張 真的哪一張是假的 那如果 他有辦法分辨出 這張是假的 這張是真的 他就會告訴Generator 你必須修正成什麼樣子 我才會認錯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然後接著 這張假的照片 我們還需要經過G2 把它還原回Monet的話 然後這兩張圖要一模一樣 對不對 好 同理 真的圖片 先把它變成假的Monet的話 然後丟給D1 這是一個Discriminator 請D1指導這個G2 它要怎麼改 才能改得像Monet的話 然後接著 這個圖片 還需要經過G1 還原回原始photo 然後來把它的 然後這兩個圖要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嗎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這個 這個model 我們就不要親手訓練 這個model要training超久 所以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下載 好不好 來這裡 直接下載這裡 大家都要下載喔 等一下我要給大家都要下載 然後大家 我這邊是用國防醫學院的照片當例子喔 但請大家換一張 請大家自己上網 隨便換一張照片 你要換你自己的照片都可以 好不好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墨內只畫風景照 所以請你不要隨便用自己的照片 看起來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墨內只畫風景照 所以請你找風景照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等一下你要下載喔 好我們先把這個 這是lessen11嗎 你先把它resize成多少成多少都可以 但是要256 一定要32的倍數 一定要32倍數 好我們來source 好這是國防醫學院的照片吧 對不對 有沒有人不認得這裡 大家應該認得吧 對不對 你們如果覺得 國防醫學院正門不好看 你們可以換成什麼 學生大隊的這個正門啊 你們可能會比較認同感啊 好 好來這裡 來 我們 RAW的這個model 然後直接predict 好RAW的這個model 好 好 這看起來好像 墨內的話嗎 你們怎麼笑得這麼詭異 欸怎麼了 你覺得像嗎 你可以講出真實的想法沒關係 你為什麼不講出真實的想法 你們是不是覺得有點直直的 你們是不是覺得有點直直的 你們覺得像嗎 東藝你覺得像嗎 墨內剋藥了 蛤 墨內剋藥了嗎 墨內剋藥了嗎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墨內真的剋藥 我們現在查墨內紫色的話 你會發現他真的很喜歡用紫色 你們看到了嗎 你們看到了嗎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 他是真的模仿得很好啊 來紫色咧 紫色 紫色在哪裡 墨內晚年很喜歡用紫紅層的色調 為什麼咧 因為他完成矯正 白內障手術之後 他的右眼可以看到 就是 他的右眼可以看到紫藍色 但左眼不行 所以他畫出來的色調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跟你們講 就是他真的不是 他真的模仿得非常好 雖然他的顏色換掉了 除非你就不喜歡墨內的風格啊 你看果真啊 這個大家對藝術的見賞力 就是有線啊 球球你有沒有看過墨內畫 沒有 缺少那個細胞 好 等一下 我們 在我們給大家做實驗以前 大家等一下可以試著用這個 就是這個P2M model嘗試啦 可是我要來給大家做一個事情 我們有沒有覺得顏色被換掉的不爽 有嗎 現在畫講不下去 因為我們都查到墨內就是這樣畫 對不對 好像你把顏色調回來 這個好像就不是墨內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不換顏色 來不換顏色可以這樣畫 來再看 這是我們原版的架構對不對 仔細看喔 來 這是真的墨內畫對不對 那這個G2是幹嘛的 G2是圖 photo轉墨內對不對 那如果他本來就是一張墨內的話 然後你丟給一個photo轉墨內的 那你希望這兩張圖完全一樣 那這樣子 他的顏色就不會換啊 因為這個G2剛剛除了他要跟G1合作以外 他還要騙過Dispermator外 他現在又多了一個任務 如果他發現這張圖就是墨內的話 那他請他什麼都不要改變 請他完全不要改變 這樣他就不會改顏色啦 因為他被這裡限制住了 這樣可以嗎 同樣的G1是做什麼的 墨內改photo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丟了一張photo 請他不要改顏色 請他input and output 這邊有個identity mapping loss 透過這種方式training出來的model 來請你下來G2 轉換出來就長這樣 我們來嘗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這邊改V2嘛 欸效果怎麼樣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顏色已經不會換喔 現在顏色已經不會換 所以說如果你嫌這樣子的風格不夠強烈 你可以再把原來的圖再 墨內的圖再經過一次 再轉換一次 它是不是又更 更像圖片一點 再轉換一次 再轉換一次好了 再轉換一次 但是 越來越印象化 越來越 越來越這個 越來越看不出來了 我現在也不知道看不出來 是厲害還是不厲害 對不對 你畫家如果畫的跟這個 照相機一樣 好像就失去了它的這個 存在價值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到這裡為止 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們給大家玩一下這兩個model 換圖片好不好 好的 我們來 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繼續來這個 做這個 就是 巡航對象生產網路的Iterator 好這個Iterator 很特別喔 就是 它每一次Iterator都會輸出一張 Value這裡 它都會輸出一張墨內的話 並且輸出一張 這個就是真實的照片 這樣可以齁 你要run的話 你要先下載data喔 你要下載data 你要在這裡要先下載data 這個 否則你根本沒有 你根本沒有墨內的話 對不對 好 然後接著再來 這裡 好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圖 它的圖很小喔 它這個圖的 你看它的圖只有64x64喔 所以 你如果希望用原版的話 請你去下載真實的資料集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show image好了 這是真實的風景照 因為它都被 如果我們縮小一點 你就會覺得它是真的風景照 好不好 因為它解析度實在太差了 好我們繼續 好 然後我們先 這邊就是 做這個 module 就是你如果要自己刻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的 這個 什麼 residual residual net 那些我們都曾經用過 對不對 這就是convolution 然後這個 normal 然後liquid radio convolution normal requid radio residual block 就是大概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這樣我們在寫神經網路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就是把它module化 好我跟大家講 這些地方齁 原則上 只需要複貼上就好了 因為其實 你們如果只是想要換data的話 你們並不需要改網路架構 就是你們直接換data就好了 好你看這就是generator 好這就是discriminator sauce 然後這邊定義要 這邊loss有很多個 總共有三個loss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三個loss的損失函數 好然後接著 產生 這個 就是 那個就是 mxnet的網路架構 直接做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損失喔 這邊少了一個r1 好來再來 好做完了以後 你看總共執行器要多少個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 為什麼要六個 因為如果仔細看前面的 那個前面的課程 看這樣圖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總共四個對不對 然後 所以總共有四個AI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 這四個AI 還有這個 要損失函數需要用 好這裡是 這兩個是loss 對不對 這是損失函數要用的 然後這個是隨機出實話 參數 並且填入 然後接著 你還要把這個什麼 那個 優化器啊 跟什麼updater 全部都做好 好你們應該感受到這個要貼的語法非常非常多對不對 好那我們可以開始訓練了 我們就run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感覺一下 你們有看到這一串語法多長嗎 我剛剛都已經貼多少了 這樣300行 好 好我不safe model model我不safe 反正有沒有safe意思也是一樣 好我們來試一下 來我跟你講這是原來的圖 這是墨內的話 這是真實的照片 這是 墨內的話翻譯成的假照片 這是 照片翻譯成假墨內的話 然後這邊是cycle consistent loss 所以這張圖要整理這個 這兩張圖要相等 然後這是identity mating loss 所以這張圖也要跟他相等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全靈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感受一下 有沒有慢慢變好的感覺 但是你的重點是這個喔 因為 真實世界的照片很多 你應該不需要把墨內的話 轉成照片 沒有意義 對不對 那 但是你應該最有興趣的是 把照片轉成墨內的話 所以我們重點關注在這裡 重點關注在這裡 重點關注在這裡 這樣可以齁 不過這個解析度有點差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 效果不明顯 這樣子 我覺得解析度實在是太差了 導致一開始看起來就很像畫畫 不過 這整個原理你可能了解 啊語法我也給了 啊 你可以 嘗試用比較高解析度的圖來 ROM 然後 不要用 就是 回去你就可以用GPU了 不見得要用CPU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就是 Cycle Game 這個我今天這樣介紹 大家應該了解了 對不對 他的idea真的是非常厲害 好 我們繼續讓他跑 然後我們來看今天的最後一頁好了 欸 今天怎麼那麼快就下課了 沒有關係啦 因為今天練習期比較少 不過今天最重要的重點是 我們帶大家理解 就是 到底Cycle Game是怎麼做的 好 那 你可以看這個 你這邊還有很多有趣的任務 什麼 墨內轉照片啊 我今天就是用他的dataset 所以我就是做了一個這樣子 一個圖 這樣子 你可以斑馬轉 一般的馬 對不對 欸什麼 什麼你都可以做喔 夏天轉冬天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以為只能轉墨內嗎 你也可以轉飯骨的啊 對不對 你可以轉其他的嘛 不過我覺得 我們要看最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個 比較有趣 這是誰你們認識嗎 這館長 對不對 這個是誰你們認識嗎 喔 這個是陳啟 你們認識嗎 陳三金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是盧州人 這是AI生成的你要看 補生人家說相處情人 跟各位講官 溫柔群人 我們是盧州人 我小時候 我很愛打藍球 一直達到27歲 27歲 後面我越來越少了 因為到30歲 好我們不想 我們先暫停一下 這個 效果還可以吧 對不對 來我們再看另外後面的 他講了嗎 他講了嗎 你們仔細注意看 你看他那個嘴型什麼都是對的喔 所以呢 我真的是確定 他們兩個絕對沒有同個表情過啦 他們兩個絕對沒有同個表情過 好 好啦 你們想看的話 自己再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如果你 現在基本上 如果你掌握了Cycle Gain技術 我這樣講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基本上你應該是可以重現這整個過程 你只需要有任何一個人的一小段影片 加上你的影片 那你們就可以training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影片換成他的影片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想要換一個什麼局長的影片啊 對不對 然後以局長的角度來說一下 這個 學校的規定應該怎麼改 怎麼改 對不對 你們覺得怎麼樣 不太尷尬 好 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 所以現在 現在 有圖不見得有真相 有影片都不見得有真相 對不對 像 這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我今天給你們這個 語法辦例啊 我參數可能還沒有 我參數可能還是亂調一通啊 對不對 沒有好好認真調啊 如果認真調的話 這個細節就不會這麼差了嘛 對不對 解析度可能還不夠啊 所以看起來還不夠像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先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 在這個 這個語法 然後你把它拿來這個 就是 把它拿來做一些 就是 呃 就是換臉嘛 這其實就是換臉嘛 對不對 這個拿來做一些換臉的事情 那其實它是可以弄得很逼真的啊 這樣可以齁 而且這是好久以前的技術啊 2017年 好 那我們今天就搞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這個 你想要嘗試的話 我們可以留下來嘗試一下 我會 那個我還有些時間 可以帶大家完成一下 好 那今天上課上到這裡